正常呢 昏昌 正了39天 但是感觉淡淡 还没吃肥 不知道会应该一会 还是应该五会 有人说 别应该一会 怕淡肥太高 以后 赌到河水的白金 所以 中间 没有吃肥 应该是什么 正好 这个东西 既然 这个跟你说的这个人 我觉得他很良心 这个热人 有时候在浪肥 看温度 温度观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稍微压一点点淡肥 比较不太多 因为 热人的浪肥 效率都很高 所以 虽然吃到 虽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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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说白金就是 他可能就是 这个环境抗性比较差 所以 但是白金是和我们的 这个 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适当的一个水分 淡淡 有一个变化 如果是说 都没淡 那种情形的二点 不是 那个楼边跟满 你跟满这个东西就比较起来 所以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楼边跟满起来 稍微看 还有一个水分之后 它就开始满 所以那时候 会很大 所以 在这个武器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有机会就要打 让它这个额要可以打 但是我们 已经有一个抗性 就是说 要让它额稍微的一点 所以 淡索不要太多 所以 用这个五盒 这个比雷 其实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心的建议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可以跟你建议 一半刀是不是直接 雨季 不太大张 对不对 直接 你就用 有的就直接 够43 也没有问题 用43 也可以 五盒 如果是比较短 你用五盒 给它稍微 差不多是比雷 应该是这样 但是它淋较多 也还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那是以这个背料来看起来 在这种雨季 这个选中 我还是觉得 5号 5号 5号的 5号的 这个背料 可能比一盒 更好 好 所以这给你稍微做解采 那你要问我的意见 我还是觉得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有用心去注意到这个 因为革温 这个想起老人死的解决问题 所以这要想 这要求起来应 提供你做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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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